大家好,欢迎来到厨房美食多 减肥找对方法,其实一点也不难 最终用香蕉和鸡蛋这样吃 一个月竟然瘦了15斤 而且还不反弹,真是太神奇了 香蕉是市面上常见的一种水果 虽然它的卡路里很高 但是脂肪却很低 富含钾,而且饱腹有低脂 可以减少脂肪在体内的积聚 是减肥的一个好家品 鸡蛋中含有人体需要的大部分元素 尤其是蛋白质丰富 高蛋白质饮食能增强移高血糖素的分泌 而缺少糖类物质,血糖降低 也促进了移高血糖素的分泌 导致促进脂肪分解 这是鸡蛋减肥的真正原理所在 那么接下来,一起来看一下做法吧 首先准备一根香蕉 把香蕉切成薄片 香蕉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 可以很好地促进肠道的蠕动 并且香蕉含有的热量也非常的低 切好的香蕉把它放入碗中 接下来再准备一个叉子 把香蕉捣碎 最后倒成香蕉泥 带点颗粒状也没有关系 接下来往香蕉中倒入两个鸡蛋 接着再准备一小勺蜂蜜 加入约20毫升的纯净水 把蜂蜜搅拌化开 蜂蜜的量不需要太多 要不然就起不到减脂的作用了 搅拌好了之后 直接把它倒香蕉泥鸡蛋碗中 然后再用勺子搅拌均匀 使鸡蛋液、香蕉、蜂蜜水 充分地融合在一起 搅拌的时候一定要搅拌充分了 这样香蕉泥就不会沉底 搅拌好了之后 再用勺子把上面的浮沫撇去 接着再把准备好的蛋液放进蒸锅里 然后盖上盖子 上计蒸10分钟的时间 制作视频不易 您的每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 都是我前见的动力 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 对你有帮助的话 动动你发财的小手 给我点个赞吧 请在底下留言加一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10分钟之后 这个香蕉蒸蛋就做好了 把它取出来 一股浓浓的香蕉鸡蛋的香味 闻起来都非常的好闻 这道香蕉蒸蛋做起来非常的简单 非常的低脂 低热量 很多朋友都没有吃过蒸熟的香蕉 可以很好地促进肠道的蠕动 促进排泄 对减肥非常的有帮助 这样我们再不用结识的情况下 也能越吃越瘦 在减肥的时候 并不建议选择单一的食物来进行减肥 可以在吃饭的时候 选择香蕉和鸡蛋 这样能够减少热量的吸收 从而达到真正减肥的目的 其饱腹感很强 能有效地控制食欲 从而可以避免吃其他的食物 喜欢的朋友不妨收藏起来试一下 视频看到这里了 麻烦各位哥哥姐姐动动小手 给我点个赞吧 点击我的头像 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 我是多多 我们下个视频见啦